大家好我是五豆豆 鸡爪要怎样才能做到暖乱入味 酸辣口口呢 今天让五豆豆来教你吧 鸡爪来点花椒八角生姜 给它来点盐给它煮辣 看一下拿手捏一下像我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找一个20岁的小姐姐 把那个鸡爪给它一开尾二给它剁好 接着我们起锅烧油下落姜末 蒜末小米辣多来一点 把它充分的炒出香味辣味 接着把剁好的鸡爪给它倒进去啊 把它爆香一定要把它炒的足够香 啊有点黏锅没关系 再来点辣椒干增加它的香味 这个鸡爪好不好吃 就是看你有没有炒到啊 有没有爆到有没有爆香 然后我们加入盐味啊 少来点胡椒粉继续给它炒进味去 接着我们来点老抽生抽啊 给它上上颜色提提味啊 继续给它翻炒 然后呢下落我们的江西的招牌啊 招牌米酒 有喜欢的可以去我橱窗里面看一下啊 在抖音里面 继续给它翻炒入味 然后我们加入开水 来少许的食尚香啊 闷个两分钟啊 就是这个样子啊收出汁 然后我们最后来点米醋啊白醋也行哈 然后我们最后来点薄芡 勾一勾薄芡 增加它的亮度啊 把汁收好 最后来点明油 就可以直接起锅了 这道菜吃起来 软乱入味 酸辣口口又好下放又好下酒 你学费了没有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